大家好 我是关心 杨玉环到底有多美 这个问题估计千百年来困扰过无数男人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 杨玉环作为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 有着羞花之美 但仅凭想象实在难以将她的美在脑海中复原 就连亲眼见过杨贵妃的李白 也只能用一句云响衣裳花响容来概括她的美 有没有什么势力可以证明杨贵妃到底有多美呢 当然有 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杨贵妃的确美到足以颠倒众生 第一件可以证明的就是从儿媳到贵妃这一身份的转变 这是什么概念呢 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媳 但是因为她实在是太漂亮了 漂亮到唐玄宗因为她的美 什么人情伦理道德通通不管不顾 执意把亲儿子的老婆纳入后宫 变成自己的丑妃 你说这到底得美到什么程度 才会让一个父亲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就是著名的马维波之别 可以说杨贵妃的美美到祸乱了整个唐朝 从此以后唐朝由盛转衰 这就是一个女人太美丽太漂亮所带来的破坏力 杨玉环的人生其实和武则天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都曾服侍过一对父子 武则天先是李世民的才人 后来又被李世民的儿子李志看中 李志登基之后又把他纳入后宫 那么杨玉环则刚好相反 他先是受王李茂的王妃 结果被李茂的父王 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看中 李隆基并没有因为杨玉环是自己的儿媳而克制自己 他先是让杨玉环出家当道士 解除了他和儿子的婚姻关系 然后再将其纳入后宫 通过这一系列欲盖弥彰的操作 成功将儿媳变成了自己的宠妃 所以民间很多人说唐朝很脏很乱 历史上也一直有脏唐的说法 其实都和李唐后宫这些错综复杂的家事有关 因为以后世的伦理观念来看 李隆基这种复战而期的行为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但不管怎么说杨玉环的人生 随着他被玄宗恩宠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竟一个小小的王妃又怎么能和 极万千宠爱于一生的贵妃相比呢 不久之后 杨贵妃的家族也因此一列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家族 就连他的族兄杨国忠后来也成为了宰相 杨贵妃凭着自己的美貌 让唐玄宗为之神魂颠倒 他的美最终也祸乱了整个唐朝 杨玉环得宠之后 他所在的家族可谓是鸡犬升天 就连杨家的家奴都敢在长安城横行霸道 从公元745年被册立为贵妃起 到公元755年这十年间 杨贵妃和他的家族享受了至高无上的尊崇待遇 但是这一切随着安禄山泛洋起兵而终结 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养子 虽然他比杨玉环还大了十几岁 但唐朝的事就这么奇怪 总之安禄山是杨贵妃和唐玄宗都很宠信的一个人 而杨国忠作为杨玉环的族兄 同样也受到唐玄宗的宠信 但是安禄山和杨国忠这两个人相处的却并不合物 特别是杨国忠经常利用宰相的权力 民理按理压制安禄山 而安禄山也不甘示弱 最终在公元755年 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命 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 到756年6月之后 安禄山的大军直逼长安 唐玄宗无奈之下 只好带着杨贵妃和杨国忠的人 在几千名禁军的护卫下逃往四川 途中在经过一个叫马维义的地方时 原本就对杨贵妃和杨国忠不满的禁军将士华别 众人乱刀砍杀了不可一世的杨国忠 随即要求玄宗诛杀杨玉环 起初唐玄宗还为杨玉环辩解 说杨国忠罪不可赦 但贵妃是无罪的呀 然而 古田英的禁军将士 异口同声认为 杨贵妃才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 江市中 高律师力劝玄宗自保 无奈之下 玄宗值得赐死杨贵妃 以一条白领 溢死于黎树之下 一代乱世家人 就此香消玉云 不久之后 太子李亨自行称帝 唐玄宗被迫成为了太上皇 盛世大逃 也由此走向了衰白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这些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再见